4月25日最高检发布消息,已经对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已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刘志庚今年2月4日被查,20天后即被免职,4月18日被开除党籍,州内即正式立案 如此的推进速度,在同等级或同类型的案件中,不可谓不快 但更快的是,刘志庚被通报落马后,国内搜索平台立刻放出大把消息,包括很久以前的举报内容 同时,陆媒方面随着官方进度,也不断披露其涉案资讯,而且推陈出新 在刘案目前已曝光的众多传闻中,不论是最早的多个中外银行账户,存款总额高达370亿元 还是最新的败嫁和尚,养巫师之囊团等等,在这当中,一个少不了而反复被提及的就是东莞色情业的保护伞 其他传闻或许有待官方证实,不过刘志庚包庇色情业的这件事,可说是以无存疑 据报道,刘志庚主政东莞近八年,东莞黄色腐败达到高峰,业者登堂入市 明目张胆,表克轻力能找到,就只有执法部门看不到 在刘志庚尚未落马前,国内媒体曾评其实况是老宝后面是老板,老板后面是老虎 现在刘志庚落马,外界使之他不仅是业者的大后台,其多位家属尽心就是业者 刘志庚时期的东莞,色情业蓬勃发展,实体企业却萧条 举例说,2006年东莞企业倒闭数量为1003加,比2005年足足增加三成 据维基百科上的官方数据,刘志庚上任后,东莞GDP不仅逐年下降,而且暴跌制的位数 地方经济不景气,当然跟外部整体形势不好有关,但暴跌如此还真不多见 这也显示刘志庚的能力问题,在地方建设,社会治安,色情泛滥等等方面的乱作为与不作为 多年来网上实名举报无数 因而刘志庚被称为牛魔王,姓都书记,一些施政,不是当地民众反弹而已 包括新华网等官媒在内都质疑,却有人持不同看法 随机沾录一段历史新闻资料,2007年8月22日至23日 市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东莞调研,在听取了市委书记刘志庚工作汇报后 张德江表示,近几年,尤其是这两年,东莞城市管理明显改善,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省委,省政府对东莞市委,市政府的工作是满意的,对刘志庚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,是满意的 事实上,2007年前后,正是东莞黄色腐败高峰期 如果将查询时间设定在2004年之后,2008年也就是张德江在黎月附近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的相关新闻报道 以及官方档案,一方面是东莞的色情业文明海内外,一方面是张德江高度评价东莞的建设成就与对刘志庚的满意与肯定 东莞房间关于刘志庚对色情业的包庇,有一经典段子就是,民众,报警没用,业者,不怕警察 但其实,早在2003年时,就有新闻披露东莞色情表演不堪入目 当地警方接到举报后,却声称没理由去检查 2003年那时候,刘志庚还没到东莞,但张德江已经主政广东 同时让广东成为全国镇压法轮功的严重省份 2005年11月就因迫害事实,被告上澳洲牛省高等法院 现在外界知道,这么多年来,东莞的色情灭者动不了 是因为刘志庚 刘志庚带病不倒还一路生,是因为有张德江的鼓励与肯定 但不是因为吉林大学毕业的刘志庚 借此与吉林帮帮助张德江攀亲带骨 而是跟着迫害法轮功 刘志庚受贿罪的背后是迫害法轮功的问题 张德江自己曾说一个地方的工作不能搞好,关键在一把手 刘志庚东莞近八年,东莞民众天怒人怨 在刘志庚东莞腐败的全胜期间 张德江身为这个一把手的一把手,岂能置身事外 张德江